我跟她说 我说你跟我去广场上跳 广场舞呗 她说不去 广场上跳的都是老太太 女的 她说我一个男人不跳 特别的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也是啊 好多男士是不太好意思 我都在最后面 给 先看看的 那今天我不好意思 脑子这么复杂 哪有心情的要去那里吗 晚上睡都 几乎都不睡觉的 都不睡觉 脑子很复杂 我想这里事情很重要 怎么去心事 去这个这个事 什么事情都不重要 就这里有些事情很重要 不行 就像人不行了 这样子的 就这样子 所以她一下子离开 我就害怕了 就害怕紧张 就害怕紧张 那什么时候觉得 跳这个舞 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出来唱过那个声音 咔 还是那个声音 还是车祸什么声音 一直在那里 相当 人很烦嘛 她在那跳 她就蹲蹲蹲在后面 我躲在角落里面 先供应下来 供应下来 后来 确实又出来点汗 就很开心了 后来就在每天 到现在没有停 不管下雨 白天嘛 没停 都是开心 开心 都是我老婆给我 天天夸我吧 所有的药 所有的药都停了 你看运动真的是 人也开心 开心 我们这个 尤其咱还健康的人 也要好好运动 老公的眼泡红红的 他现在会说会笑 会哭 会好好的疼爱你 会 是吧先生 所以说 我的付出 可能都感应到 才有我老公 现在站在我的身边 老天爷把他还给了我 这么好的一个人 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 就是能够有一台 好的音响 那接下来看看 我们幸福观察团的成员们 怎么帮到你们一家 来有请 我是梅尔木演个乐 那但是呢 因为我也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 我个人送你一个音响 然后呢 我不是企业 我个人 那时候呢 把地址给我 回到你到家的时候 你就受到一个 很好的音响 非常好的 谢谢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我个人送你 其实你们家跳的 最好的是弟弟 因为弟弟的动作 真的特别潇洒 特别酷炫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个 服务员 能够陪伴弟弟快乐成长 我们想先送给弟弟一套 这个篮球的装备 希望孩子能够 打打篮球 然后长大高个儿 未来如果等到弟弟 自己能够出来的时候 也欢迎你来到我们 随风奔跑 远航俱乐部 跟我们一起打篮球 也祝你能够快乐成长哦 宝宝 谢谢 那我们公司呢 是红阿娇文化传媒公司 因为我刚刚看到你在视频里 有在直播什么 我会可能会在你的直播上 给你配备一些完整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升卡设备 最后呢 祝福你们越来越幸福 谢谢 谢谢 因为你在这个舞蹈的这个天分 其实是能看得到的 那我就送你一个蓝牙耳机 希望蓝牙耳机可以让你 哪怕在干农活 在带孩子 在去逛街的路上 在和朋友聊天路上 你都可以随随地拿出来 然后带上这个蓝牙的耳机 然后听到里面的音乐 然后随时随地就舞蹈 每时每刻带给别人快乐 今天真是收获颇风 谢谢 谢谢我们 五位老板 特别感谢你们 今天在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这份力量 这份美好 也希望你们这个舞蹈 你们的这种欢乐 传播给更多的人群